和轻敌者相反 人们太看重了敌人 太看清了自己 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 精神上同样的解除了防御的武装 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 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 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 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 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 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关联产生的 领导者们为敌如虎 处处射防 节节抵御 不敢举行本来有力的 向敌人后方打局的进攻 也不敢大胆放手的诱敌深入 据而兼之 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 使红军坐了一万两千多公里的长征 然而这种错误 往往有一种左倾 倾敌的错误 为之先行 1932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 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 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 是退却主义的张国套路线 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 在黄河以西的失败 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做攻势防御 又叫决战防御 消极防御又叫做专守防御 又叫单纯防御 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 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 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据我所知 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 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 而且无论古今中外 无论战术战略 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 只有最愚蠢的人 或者最狂妄的人 才捧了消极防御荡法宝 然而事实上偏有这样的人 做出这样的事 这就是战争中的过势 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 我们应该坚决的反对它 没有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